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元机格 胖子的川 今天和大家讲什么叫反贝水 这种风水其实不多 但是有的小区或者自己建的别墅或多或少的存在 给大家介绍反贝水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在以后选择住宅的时候尽量的避开 那么什么是返背水呢 比如说我们住在一个小区里面 可能中心花园就会存在拼船 刚好正对你的腊气阳台或者大门 大家都知道拼船中的水是不停的往外喷 喷到上面会直直的掉下来 当然也有的是甲山 这个水被人为的抽到了甲山的顶部 再从这个顶部垂直的落下来 像一个瀑布 其实在自然形成的瀑布周围建防也是不好 这就是反背水 非常的不好 听到反背这个词就不及 反这个字不及 还有一个背 背和反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背对着你就是反对着你 这种风水是无情的 我们在风水上称有情水和无情水 无情水必然住着不利 对家人的运气会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这就是垂直水 那么垂直水它在大门前面就可以称为反背水 所以大门的前方一定不能有垂直水 瀑布喷泉 它都是垂直的 这种水是非常凶的 家门前有这样的水 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代表家中的旅人 旅人容易不守护道 放动不安 或者可以解释为品行不端正 这种风水主要是影响家中的旅人 如果是住在这里 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小姑娘 刚刚走上社会就很容易遇见坏人 很容易误入歧途 很容易做一些非法的事情 其实风水上面水也代表旅人 水如果出现了问题 一帮都和旅人有很大关系 而这种风水住进去以后 主要是不利女性 当然在财运上面也会有影响 因为风水上讲山管人丁水管财 也很容易造成钱财的破号 方知前面一定不然有这种垂直的水 因为它被称为无情之水 代表财也是无情的 旅人也是无情的 旅人无情 财也无情 代表你容易破财 婚姻不顺 特别是瀑布和喷泉的水 留下来它会发出一种声音 破声 这种声音它也会绳成一种声杀 破也是破财的意思 所以住房的大门前面 如果有喷泉 如果有瀑布 如果有这种垂直水 那么这种风水就为反备 那么足矩够厚 旅人不良 并且容易破财 自己的婚姻不和谐 事业不会很顺利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开 好 今天的视频就长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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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